大家好我是阿天 哎呦很久沒有課這麼大筆的單 然後如果說你有課金的話 可能要課一單吧 你應該會收到課服傳給你一個 這個算是LINE的這個連結 那我覺得這應該不是秘密 應該是可以講出來 然後呢課服還有一些這個大額儲值的優惠方案 那因為呢這個遊戲我很喜歡 然後代言人Lulu啊 也是我覺得很正向的一個這個代言人 那我那天我有去參加活動 我覺得他有做功課 雖然說 他應該是沒有在玩遊戲啦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 最近有一點這個小錢 然後就來這個儲值支持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其實遊戲呀 真的是不課金也可以玩 而且這是修仙類的玩家 你課金的話呢大概就是比別人多跑 我覺得 我覺得大概就是一兩個月 要不然就是半年這樣子 可是如果說 你不玩 就是說 譬如說課長啊 如果說 停了半年之後呢 這個無課的玩家 半年之後也是可以慢慢追上去的 所以說無課也可以玩 也可以玩得很開心 因為大家在遊戲也可以知道 像天一這樣的系統 基本上呢就是可以無限的提升你的屬性 所以說只要你一直玩下去呢 總有一天前面的人棄坑了 你也可以追上這些 花大錢的課長 像我這個樣子 如果說我現在棄坑的話呢 大概 三四個月後面無課的人呢 也可以把我幹掉 而且 遊戲會不斷推成出新的機制 那每一個新的機制呢 就是一個新坑 但是呢 如果說你不入這個坑呢 這個新的機制呢 也就是 再額外多一個 疊加屬性的這個系統 所以說這個遊戲 真的是 不課金的話呢 你就慢慢玩 也是很開心的 那為什麼我會 我會除這個值呢 因為我覺得我練錯了 然後我又不想要重新練 練錯是什麼呢 其實巴哈有很完整的攻略 那我看了一下 其實大部分 這個使用的角色 大部分人用的 也是我覺得比較相對平民的 就是這一個 玄兔 天狗 這是屬於地靈的 然後呢 跟這個九尾 還有這個文堯 但是呢 九尾我一直沒有練 其實我覺得我一開始 應該把心願清淡 固定都放這個文堯 跟這個九尾 但是呢 我用的是 這一個 那個什麼 什麼 竹籠跟這個 焦 焦圖是不是 所以我用的是 這兩個 這一個 這個緣分 一個是 玄兔加這個 天狗 然後竹籠跟這個 竹籠跟這個焦圖 那用這樣子呢 其實也沒什麼問題 可是後來我發現說 有些人 他可以 怎麼講 低戰力啊 推到 這個萬劍種 好幾層 所以我就稍微看了一下 怎麼都是這個組合 都是 都是文堯 然後九尾 然後天狗跟玄兔 那天狗跟玄兔 其實也是會去打 像是那個什麼 天狗跟玄兔 傷害也不錯 然後九尾就不用講了嘛 這個打這個攻擊力最高 然後幾乎都是 這個傷害力就是最高的那一個 那這一個的話 是戰力大概已經有了300萬 這是萬劍種 那我們來看一下 正好是因為新角色 所以分享一下 那曼陀羅的話呢 他是會 讓人家有這個負面狀態 就是會陷入這個 就是 無法提升攻擊力 跟無法提升防禦力 其實我覺得好像 好像那個什麼 九尾的這個特性 還是比較強一點 因為九尾是封印 讓人家不能使用這個 這個仙爵 所以我覺得九尾好像比較好用一點 但是呢 這個曼陀羅他的傷害也是蠻強的 那你看一下 我們來看曼陀羅 曼陀羅的話呢 他會有這個 鎖星 鎖星之後呢 就會陷入攻擊封印 然後呢 有鎖星狀態之後呢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曼陀羅給星魔劍兇附加的鎖星獸擊生效 然後呢 額外會損失 419點生命 這個雖然是不多 但是呢 只要敵人受到攻擊 只要是這個有被曼陀羅 上到鎖星狀態的 就是說 這個敵人啊 如果說 被上了這個鎖星的這個狀態 也就是曼陀羅的負面狀態呢 我們對他攻擊後 其實都會 都會觸發這個 鎖星獸擊 你看 漸遠阿天 這是我嘛 然後呢 我去攻擊這個白澤虛影 那白澤虛影受傷了 然後呢 曼陀羅呢 因為這個白澤虛影呢 他有這個鎖星的這個狀態 所以說呢 他又會觸發這個 曼陀羅的這個鎖星獸擊 然後呢 又會額外 損失這個 這個生命值 好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 白澤虛影陷入了傷害加成 降低5% 持續回合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可以看到是說 這一個 這個曼陀羅啊 他會 大家在攻擊的時候呢 都會不斷的觸發 就是有被曼陀羅上到負面狀態的這個效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 好我現在是這個樣子 1988打多少 看一下 我現在已經是 跳出來 現在是1089成 然後 等一下 1988 2294 還沒有300萬 快要300萬了 可能要多刷幾次 因為基本上 前排大概就很快就會被秒了 好我再刷一下 哇還是掛掉了 沒關係 可能就是換個位置試試看 曼陀羅換個位置 天狗 再試試看 1988 2294 過關了 反正這個版就是隨機性很重 天狗的傷害超高的 然後文堯的話雖然說我沒有上9有跟他搭配 但是其實 就只是放一隻 湊4個地 然後一下子死掉 1988 2301 這個已經是穩穩的300萬了 多刷幾次我覺得可以 唉唷 這一次這個曼陀羅傷害沒有打出來 我再換個位置 其實沒有什麼概念喔 總之前排就是 前排就是死比較快嘛 所以說這個可以打出高傷害的當然是要 當然是要躲在後排啊 對不對 好上一下 哇還是不行 等一下喔我再刷一下喔 這個是300多萬一定要刷贏 哇我的主角打出來傷害很弱啊 再看一下 換個位置 雖然說我在這個東升一點西升一點就可以過 可是還是要拼一下 你看看這個曼陀羅 235萬 來看一下這個過關的紀錄喔 哇你看這個好厲害喔 我就是 我就是看他的這個紀錄 不過他的角色已經是五星了 那角色五星的話你必須要有兩隻五星的角色 那我現在只有曼陀羅一個人跑到六星去了 其實我這樣應該有兩個五星了吧 不對不對 這是他的紀錄不是我的啦抱歉 他是九尾六星然後 跟文瑤然後天狗跟玄兔嘛 玄兔已經五星了 可是呢我的陣容的話呢 我只有一個曼陀羅六星然後其他第二個五星都還沒出現喔 我那個有點平均抽角色 過關了過關了 真的運氣運氣 有沒有 所以說人家是這一個九尾 九尾傷害最高 結果我是曼陀羅傷害最高 所以如果說你有一隻這個很強的九尾的話 所以說 這個你有很強的九尾 然後又有一個 像我這樣子的這個曼陀羅的話 那兩個都是高輸出 你看這個打出390萬喔 但是 但是還是輸了 可能是 可能是被這個 球牛補回來了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 這個 這一隻 曼陀羅 還有我這樣的小可愛呀 曼陀羅這個 好這個 他六星的話呢 看一下喔 他是100%上這個索星的這個狀態嘛 然後每回合呢都會對攻擊力最高的單位 然後這個加上這個索星 然後呢 索星單位呢 只要受到一次非狀態傷害類的攻擊的時候呢 會額外受到曼陀羅5%的真實傷害 然後再追加這個攻擊封印 所以說只要你把敵人上到這個索星的狀態 然後別人再去攻擊他 是非狀態類的這個傷害的時候呢 這個索星的追加攻擊就會 就會觸發 然後這個是 一次 激素回合一次對三個人然後造成傷害 然後 同時呢也會又會上這個 又會對這個攻擊力最高的目標上這個索星 持續兩回合 那索星呢就是他無法提升攻擊力嘛 那這邊呢 你看這個 天命緣分這個地方 上陣兩個以上攻擊 妖靈 雖然說這個九尾跟這個文窑是可以搭配的 但是 新的 新的仙靈呢 不論是匠城 還是曼陀羅 還是 這一個 叫什麼名字 這隻我也有抽 我抽到了這個三星 等一下 稍等一下 現在是 天蘇靈元 召喚 這個千賀 千賀匠城 千賀匠城 跟這個曼陀羅 他們三個人呢其實都 都沒有就是 搭配的這個角色 只要兩個攻擊性的角色 就可以去觸發他的這個緣分 所以說非常的方便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說呢 當他這個使用仙傑的時候 仙傑就是這邊 激素回合發動 也就是兩回合發動一次 他就會把這個自身跟我方 攻擊 攻擊最高的單位 直接把一個負面狀態給清掉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可以幫忙清這個debuff 然後 這個 這邊的話呢 就是 算是這個 群傷嘛 對不對 對三個人造成傷害 然後呢另外呢 又有這個鎖星 然後鎖星呢 別人攻擊他又可以觸發傷害 所以才可以看到說 他的傷害會那麼高 只要 這個我方進行攻擊的時候 打到這個鎖星 負面狀態的這個敵人 就會不斷的觸發這個傷害 然後另外這個是煙紅 這個自身附加的傷害被觸發三次的時候呢 又會對敵方 攻擊力最高的單位 又會再觸發一次這個250%的這個 傷害然後另外會 追加這個防禦封印的狀態 但是這個好像到六星吧 然後這個是被動技能 每個角色都會有的 什麼自身傷害提升之類的 那劍印的話呢 他是使用這個 珠邪劍印 珠邪劍印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他好像 會一直觸發 所以我覺得珠邪劍印的話效果還蠻不錯的 傷害也蠻不錯的 這個樣子 要換成這個嗎 去焚天雀劍印 看一下對比一下 這個好像比較強一點 對敵方氣血最低的造成100%傷害 這個呢 隨機造成傷害然後灼燒 好像 好像橙色比較好 那我也換一下好了 因為我有看到說那個 那個狀態敘述 哇怎麼減7萬多 不管他 我有看到那個狀態敘述啊 好像這個 這個珠邪劍印 不斷的這個觸發傷害 好吧 不過橙色的話呢 橙色的話 要升可能有點困難 但是 因為說這個是我的這個 主練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可能會 把所有的這個 高傷的這個裝備 全部 全部都給這個 曼陀羅 好 所以說這是曼陀羅的部分 好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 如果說是 如果說是 上這個 千賀呢 因為千賀我也有抽 好 上陣兩個攻擊 10的時候呢 攻擊力會提升10% 然後提升我方 前排10% 千賀的話呢 對不起 我資金不夠 只有抽到這個惡星 那惡星的話呢 千賀我自己使用的心得啦 我覺得千賀是一個 蠻不錯的 補師 補師 我會把它定義在補師 那我 我昨天大概打了 大概一兩個小時 我想說 千賀有沒有辦法 取代 像是曼陀羅啊 或是這一個 九尾 那結果我發現說千賀他的補血量 非常非常的夠 所以說我會把千賀定義成補血 那另外呢 我有用千賀 然後 我換一個陣容 因為千賀他是 他是這個 玄的角色嘛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那個時候呢 我有測試一個陣陣容 因為我有練焦土嘛 然後我有練竹籠 然後呢 再來一個 這一個 白澤 這邊全部都是 玄的角色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這個陣容 這邊主角 然後我這邊上的是 四個玄的角色 在這個地方 玄靈靈主 我想說 反正就是 就是用清一色嘛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萬劍種 這樣是打不贏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這一個 他的那個補血量 非常的夠 這樣子 他的補血量很夠 但是因為說這個敵人實在太強了 一下就被秒掉了 所以說看不出來他的補血量 那像我那個時候我在測試啊 就是在 在對戰的時候 我用這個組合 他的補血量有補到大概兩三百萬 所以我覺得 我會把仙鶴定義成這個 這個補師喔 那可是呢 實在是 如果說你要跨等打的話呢 我覺得還是 還是高傷輸出會好一點 所以說後來我就是決定 我還是抽這個曼陀羅 然後以及使用這個 就是天狗啊 然後懸兔啊 這個樣子 天狗懸兔 然後懸兔可能擺過來 然後再上個 文雅 想說就是 就是 多保護一下 這樣子 然後多輸出一點 看一下 還是輸 還是輸 但是你看 你看這個 打出了兩百多萬 也許 這個拼爆擊啊 把對方的這個主輸出啊 或是 或是這個重要的角色 先秒掉之後呢 或許就獲勝了 我再刷刷看 有沒有機會獲勝呢 獲勝了 這是運氣運氣啦 你可以看到曼陀羅的傷害 298 298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 戰鬥的過程 戰鬥的過程 我們看一下 應該會不斷的觸發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鎖星喔 可能要從第2回合開始吧 第2回合開始 因為敵人應該都已經上了鎖星了 這邊 星魔劍翰 這個損失的生命值 這是神器 神器的攻擊 我只是紫色的神器而已 然後呢 曼陀羅給星魔附上的鎖星受級生效 然後呢 星魔劍翰 額外損失的 1399點生命 這樣子 然後第2回合 藉引阿天就是我自己嘛 我攻擊的白澤虛影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超風虛影 然後星魔劍翰也受到攻擊 因為星魔劍翰有鎖星 所以說呢 我的曼陀羅呢 又給這個星魔劍翰 然後呢 鎖星受級生效 然後又額外 減少了1399 其實不是很高啦 但是他就是會 不斷的觸發 然後你看這個地方 劍遠阿天 然後觸發了這個 滅幽明印 然後呢 這個星魔劍翰 被攻擊了 然後呢曼陀羅又給他 附加了鎖星受級 又會生效 就是這樣 就是一直生效 一直生效 一直對這個攻擊力最高的敵人呢 就是額外造成傷害 然後先把這個攻擊力最高的敵人 先秒掉 大概是 大概這樣的這個 這個戰術的策略 其實跟 跟九尾也是差不多 就是主要就是 先把對方的攻擊力最高的 先給秒掉 好 所以說如果說你同時有曼陀倫 同時有九尾的話 這個 這個秒人的這個效果 就應該會更好 只是說我的這個九尾 養的不是很好 我的九尾現在才 看一下 我的九尾才 他是 他是 地屬性 我的九尾才三星而已 所以說我試了一下 打不出那個傷害 那這個怎麼講 克金啊 抽的這個曼陀倫 目前覺得傷害還蠻滿意的這樣子 然後呢 最後面來補充一下 這是一個 這個 太虛論劍 然後獲勝了這個紀錄 對方非常強 大概戰力高我200多萬吧 然後也是這個 橙色的 神器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只有兩星的 這一個 仙赫 補血補了200多萬 然後這是我的曼陀羅 你看對方這個是 哇 七星的九尾 還蠻常見 七星九尾 然後七星的懸兔 然後球牛跟這個 那我用的是這一個 六星的曼陀羅 然後 懸兔天狗 再加上這一個 二星的 二星的這個仙赫 你看那個補血量200萬 所以說呢 這個就是 賽道 或這個獲勝 我40分 加了40分 好那這個就是簡單 分享給大家 然後另外呢 這個影片的後面呢 就是附上 這個 打1900萬 白虎的這個 這個紀錄 因為那個我有看到說 這個最低過關的這個紀錄是2000 大概是2000萬 然後我們看看 豬天留言 這個地方 極限通關是 2026萬 然後我過關是 19多 不過這是因為 課金的關係 然後用了這個 千赫跟這一個 曼陀羅才過關 然後就是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目前 這個 萬劍總的話 這個就是 月戰 就是大概是300萬 300萬左右 好 不過呢 這個就是要多刷幾次 反正就是運氣運氣 好那以上就是這個 課金新鮮靈的這個心得 就分享給大家 然後就是希望大家 會喜歡這影片 然後 喜歡的話請幫忙 訂閱支持一下 好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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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灼灼百花燕,纷纷彩衣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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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灼灼百花燕 灼灼百花燕,纷纷彩衣绍 灼百花燕 灼灼百花燕,纷纷彩衣绍 灼灼百花燕 纷纷彩衣绍 折着百花燕 纷纷彩衣绍 折着百花燕 纷纷彩衣绍 折着百花燕 开玄之力 八方微神 全火为剑 一盏苍穹 星月交规 从生从灭 落鹰兵纷 乱红归尘 飞鹤弄影 西云不归 落鹰兵纷 乱红归尘 飞鹤弄影 飞鹤弄影 西云不归 太玄之力 八方微神 星月交规 纷纷纷归尘 纷纷归尘 纷纷归尘 太玄之力 八方微神 星月纷纷纷纷归尘 星月交规 同生同灭 纷纷归尘 落鹰兵纷 乱红归尘 飞鹤弄影 西云不归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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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英缤纷 乱红归尘 飞鹤弄影 西云不归 太寻之力 八方归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